好 各位感恩節過得怎麼樣呢 是不是吃了很多火雞呢 好 今天我們就來回答這個 AINews繼續來報導這些東西 第一篇是來自於Euronews的報導 上面說一名美國的記者聲稱他星期一的時候 因為試圖穿著LGBTQ的彩虹旗的衣服 進入位於Katar 世界杯足球會的會場 當地是個伊斯蘭教國家 同性戀的行為是違法的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Grant Hill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推文 他說剛剛才發生安全人員拒絕讓我進入 美國對於威爾士的比賽現場說 你必須換掉衣服 你這件衣服不被會場允許 然後他說他被駕走 然後他被關押了半個小時 就是他下面的這個留言之後 之後他說主辦單位跟他說抱歉 然後讓他進入了會場 我們常常看到這種 左派刻意衝撞體制的腦殘行為 我們之前報導過 美國的足球打算穿著支持LGBTQ彩虹旗的衣服 參與世界杯 結果他們也沒有穿 因為在當地是違法的 然後現在一堆西方國家在那邊鬧 說什麼沒有人權啊 我記得台灣那時候有運動會 然後也有學生衝上去搶掉國旗 然後升上LGBTQ的旗子 說穿了就只是不想上課而已 那這些西方的左派 或者是左派的走狗 常常搞類似這個樣子的事情 這表示他們最常說的這個 尊重所有的文化 愛就是愛 全部都是在唬爛 全部都是在騙人的 因為隨便你要怎麼說 但是那裡是Katar 那個是他們的國家 他們國家有他們自己的文化 不是一個西方國家 也不是一個白人國家 他們愛他們的國家 希望他們的國家更興旺 然後現在來了一堆白人 跟這位Grant Hill一樣 跑到別人的國家說 我不尊重你的文化 我不尊重你的信仰 我不尊重你的法律 我在你的國家 還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來告訴你 你的國家要怎麼運行 你根本就是個屁 因為我是個西方來的白人 我來這邊告訴你 什麼是自由 什麼是品德 高尚 我才是道德的權源 這個不就是我們最憎恨的 殖民主義嗎 這個就不是我們最討厭西方的侵略嗎 過去這二三十年 我們發現只有左派在搞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同時他們又在那邊說 自己多多元 反對文化壓迫 要創造多元社會 但是不知道 他們不接受其他人的文化 就不可能是一個多元文化 你不可能說 我愛所有的文化 我尊重所有的文化 但是那些 我不喜歡的文化就不可以存在 只有我接受的文化才可以存在 然後反對我的人就是在反多元 如果這是你在說的話 那就表示你不接受多元 因為你不尊重其他人的文化 就跟很多人在那邊說什麼 我尊重言論自由 但是只要我反對的言論 就是仇恨言論 那就表示你根本就不尊重言論自由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 那當地人當然也有回應 例如像這位卡塔爾人 他回答說 身為一位卡塔爾人 我為了這件事感到驕傲 我不知道這些西方人是什麼時候才會了解 他們的價值觀不是絕對的 世界上有其他的文化 跟其他的價值觀 都必須要平等的被對待跟尊重 不要忘記了 西方不是人類的發言人 以前的西方國家 跟現在的西方國家 是差的非常多的 左派沒有讀過任何歷史 或是只有讀過中共的歷史的人 會告訴你說 幾千年以來西方國家的奴役制度 火燒圓明園 八國聯軍清華之類的東西 他們不知道的是全世界都有奴役制度 八國聯軍清華 一開始是義和團在那邊亂殺人 殺西方的傳教士 殺中國人 只因為他們是基督徒 然後西方國家要求中國負責 結果慈禧太后直接跟八國宣戰 圓明園是被一堆中國人洗劫一空的 西方國家到了美洲大陸 看到的是活人獻祭 把人拉上金字塔 挖出還在跳的心臟 然後砍頭 西方國家當時 赫止了很多暴力的政權 但是現在的西方國家 的確是對於正直 正義跟道德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現在的我們 沒有資格去指責任何人 我們沒有資格在那邊說 你看這些卡塔爾人多噁心 一點都不尊重人權 我們沒有資格討論人權 我們沒有資格高高在上的道德指控 因為我們的社會變得如此沒有道德 我們放棄了道德 美國放棄了道德 聽起來很悲慘 但是是事實 我們活在一個國家 屠殺了6000萬的嬰兒 這個數字跟中國文革時候一樣多 文革的時候有的說死了6000萬 有的說死了7500萬 不管數字是什麼 裡面或許有很多是壞人 但是我們殺了6000萬人 是絕對沒有犯過罪 絕對沒有做錯事的人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還閹割我們的小孩 美國在閹割我們的小孩 promote閹割我們的小孩 從小就洗腦他們 讓他們不知道 他們自己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們慶祝邪惡 愛戴罪 這就是我們美國這幾年在搞的東西 然後我們派出我們左派的人 到處去指控別人說 他們應該要活得跟我們一樣 說真的 其他的國家 真的是把我們當成一堆神經病 一堆怪人 我們的文化輸出 不再是聖經的價值觀 不再是正義 不再是正直 不再是科技 不是學術能力 而是一堆變態 戀童癖 又胖又懶 又自大又自滿 充滿色情的國家 哪個國家看到現在的美國 還會覺得說 嗯 我想要變得跟他們一樣 除了像台灣這種沒有自我認知的 文化的國家 你們的國家 他們會認為說 美國欸 你們的國家認為 男人會懷孕生小孩欸 你們的國家在閹割小男孩 然後告訴他們 他們其實是小女孩欸 誰會想要變成像我們這個樣子的國家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 從非洲來的大叔 他在非洲的時候看到從美國到他們當地的傳教士 他覺得美國實在太棒了 耶穌是一個賜給我們自由的神 然後後來他來到美國去了三藩市旅遊之後 他說他簡直同情美國 我們就像一群困惑的孩子 他說他要幫美國禱告 他在影片裡面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宣教士來非洲建立學校 當美國的學校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在裡面問 美國的教會到底在幹嘛? 對 我們到底在幹嘛? 這些都是我們每個美國人都應該要思考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在國際上變成一個笑柄? 為什麼我們在別人的文化裡面是個玩笑? 那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國際笑柄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放棄了道德跟放棄了信仰 我們放棄了耶穌 不只放棄了耶穌 我們還侮辱耶穌 這篇是來自於 The View 這位Sunny Hostin 他 我本來要說 他是我覺得裡面最蠢的一個人 但是我其實覺得裡面每一個人都很蠢 就連兩個假共和黨的人都是 Sunny Hostin在上面宣告一個關於耶穌的言論 那 我沒有讀過神學院 但是各位可以聽一下 看能不能幫我解釋一下 為誰會 然後人們來到了那個地方 這真的是很可惜 我認識他們才會被避免 因為我過關於這個時候 我曾說這次在這個節目 I don't mean about gay people I mean in every argument we have but here's my question but it's wrong if you're so afraid why are you going over there yeah if they scare you so much leave them alone when stuff scares me I leave it alone if I don't want to be bothered I don't go there see that's the problem you don't want to just have your feelings you want everybody else to join you and you know what you can you can scream you can cuss you can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y but you know what gay people are here 這個是在講那個神經病去gay bar 殺了五個人的那個事件 說他是什麼保守派基督徒川普支持者 結果那個人的律師出來說他是non-binary 非二元性別的人 然後使用they them pronoun性別代詞 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他們繼續唬爛 他們上面說 耶穌會是驕傲遊行的大元帥 Grand Marshal 這是什麼意思 大元帥 我了解耶穌是 的確是旺王之王造物主 所以他是大元帥對不對 他是世界的大元帥 那或許如果當時有驕傲遊行的話 I don't know 但是我不認為他在講的是這個 耶穌會是驕傲遊行的大元帥 這個是左派的人 自由派的人 無聲論者遇到信仰的時候常常會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合理的 他們會說的就是 我覺得基督教很蠢 都是錯的 只有弱智才會被騙 例如我們上個禮拜就有一個留言 就是說 宗教毒害一切 請不要以基督教之名混淆視聽 那是人類的恥辱 簡單說就是 基督教是過時的 是不理性的 是迷信 只有弱智才會被這樣子集體洗腦 但是他們會說 我的想法比你們這些基督徒更像基督教 連我媽都是這個樣子講的 她會說 你們基督教都是勸人向善的 但是就是太多強制很愚蠢 有這麼多教派 我做我自己就好啦 我理性思考 他們會說我做的比你們這些基督徒好多了 對不對 通常會講這種東西的人 就是對於信仰一點都不了解 對基督教也是 就是用佛教的方式來看基督教 還有很多那種也是常聽到的就是 我從小就是在基督教學校長大的啊 我從小就是我媽送我去天主教學校啊 我在教會學校讀了十幾年 所以你們的教義教導那些我都知道了 我跟教宗基本上是平起平坐啦 對不對 然後我都了解之後呢 所以現在我才是個無神論者 讓我來告訴你 你的信仰問題出在哪裡 我太常聽到這樣子的東西了 在PHC炎質公約裡面 有太多這樣子的留言 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拒絕了信仰是一個學術 或者是一個智慧 但是他們可以了解 人是需要信仰的 人是需要崇拜什麼的 所以他們才會講一堆信仰的理論 他們知道信仰或是宗教的力量 甚至在他們自己的人生上面 所以他們最愛做的事情就是 聲稱他們的觀點就是神的觀點 那基督徒做人的方式 或者是有宗教的人做人的方式 是使用道德價值觀 理性思考 尊重傳統 還有讀聖經 參與在教會的生活裡 然後我們試圖透過這個樣子的方式 來了解神要我們做什麼 是的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樣子 來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 然後當我們的生活方式 跟我們的行為 跟神的期望有分歧的時候 我們就要改變我們的生活 或者是習慣 這就叫做認罪悔改 就是改變自己的想法的意思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改變成 神要我們生活的方式 左派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當他們發現神的期望 在聖經上 在傳統上 在習俗上跟道德觀 跟自己的行為有衝突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試圖打敗神的價值觀 跟聖經的教導 簡單說就是 他們想要把自己當神 或是他們想要把自己塑造成神 這就是伊甸園裡面 蛇告訴夏娃的 你會變得跟神一樣有智慧 這也是美國知名作家 Whitaker Chamber他說的 共產主義的核心 就是把自己塑造成神 他們知道這個世界 需要一個大元帥 這個世界有一個大元帥 那這個大元帥是耶穌 不然就是這個 這個大元帥就是 因為對他們來說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當一個受害者 因為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的時候 他們才可以當這個世界的救贖者 就是這麼的噁心 今天最後我想要來探討一下受害者心態 在這邊說的是心態不是受害者 不是說你過得多慘 你失去了工作 你的朋友背叛你 你過得很痛苦之類的 因為如果要說這個的話 我是個受害者 你是個受害者 所有的人都是個受害者 我們可以跟左派一樣一直玩就是 誰過得最慘這個遊戲 但是這不是我今天在說的 受害者是受害的人 受害者心態是讓受傷的人倒地不起 沒辦法繼續奮鬥的東西 我們的人生可能會輸 可能會很沮喪 會失去什麼 我們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受害者 但是受害者心態是讓我們無法再站立 沒辦法再站起來 然後在那邊說 啊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就是個受害者啊 我被背叛啊 我能怎樣 選舉不公啊 郵寄選票啊 我能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世界的癌症 我們可以想想看 是什麼樣的人性會想要得到受害者這個身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想要當受害者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人好像每天都在比賽 看誰可以當最受傷害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在比賽 我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會想要我們有受害者心態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會認為一切是應該的 是我們應得的 是我們的人權 這樣子我們就更容易當他們的努力 另外一個就是把 類似像把資本家對上無產階級 這個馬克思主義這個觀點 因為只要人一直無腦的彼此攻擊 我們就不會抬頭看到說 原來這些掌權者是在分裂我們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天到晚 在那個地方為了種族 性別 國籍各方面在那邊吵架 但是其實得到實際利益的 得到財富的 得到權利的 全部都是高高在上的那些掌權者 我們只是在被利用而已 所以為什麼掌權者想要我們當個受害者 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想法 為什麼我們會想當個受害者 例如我的人生當中可能有經過很多東西 很痛苦被背叛 然後你完全不了解 而且你也不能理解我經過的痛苦 相反的你的人生當中一定也有受傷害的 然後是我不知道的 但是當個受害者跟有受害者心態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事情 再說一次 受害者心態表示就是 我投降 我認輸 我不想要有什麼樣的個人層面的責任 我不想要透過我個人的努力 增加自己的智慧 把自己從這個深坑當中拉出來 受害者心態不會這樣 受害者心態只會在那邊喊 在那邊哭 在那邊抱怨 說我們要有一個安全地帶 我說我被冒犯了 說全世界的人都應該要跟我下跪 因為我很容易受傷害 我是個容易受傷害的受害者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閉嘴 因為你們沒有經過我經過的事情 你們不了解我 你們不了解我這個受害者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病態的心態呢 美國怎麼可能從一個自由之地勇者之家 現在變成奴役的地獄受害者的巢穴 經過這個感恩節我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聽聽各位觀眾的觀點 請你在下面留言說 你對於受害者心態的看法 那首先第一個 我認為做一個受害者 或者說自己是個受害者 會讓那個人得到很多關注 很多注意會吸引到很多目光 這個是一直以來的真理 每一個人都是 就算是自閉的人 也都希望得到注意得到關懷 那我們在做一個YouTube頻道 所以我們也是一群想要得到關注 想要得到注意的一群人 但是我們不但想要你注意到我們 我們還想要你注意到你自己 你能做什麼 還有希望你每次注意到我們講新聞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聖經的價值觀 那第二個 人會想要當個受害者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特殊待遇 這些人可以在那邊說那個人錯了 那個人很壞 然後別人不能回嘴 因為你不了解我的痛苦 像我這個個子很矮對不對 我就可以說 你們這些高個兒的 都不了解我國中的時候 把妹有多辛苦之類的 很多人會在留言區 或者是寄信說 你懂什麼 你又沒經過我的痛苦 對 但是你也沒有經歷過 我經歷過的東西 所以這個特殊待遇 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每一個人生活都一定有掙扎 跟痛苦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我們的經歷 我們要從痛苦當中站起來 我們不能被痛苦打敗 我們要為我們的人生負責 不管世界怎樣錯怪我們 有些人出生就是很窮 有些人出生就是很有錢 有些人天生就有殘疾 有些人就是有天生的優勢 但是這都不是阻止我們成功的原因 我們不能讓我們天生的環境跟生活 來掌管我們的人生 因為如果被掌控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永遠一事無成的弱者 美國夢是什麼 美國夢就是我們有平等的機會 我們可以自由的選擇我們人生的成功 我們可以當我們人生當中的主角 美國夢不代表說這個世界欠我們什麼 美國夢也不代表我們應該要有什麼天生的優勢 我們可以在這邊天天怨天尤人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活著的世界 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如果要成功 我們可以努力 我們可能會失敗 很有可能跟我們理想中的過程 成功的路程很不一樣 很有可能我們要承受很多的壓力 或者是你可以放棄投降 永遠當一個一事無成的受害者 結果就是什麼都不會改變 你只能當一個怨天尤人的受害者 或者是一個安靜的受害者 這感恩節讓我有很多機會 可以去想很多 特別是這次其中選舉的結果出來之 看到一堆的留言區的人說什麼 選舉舞弊 沒救了 該怎麼辦 這邊一想像就是有一個人 他就是一個懦弱的人 沒有骨氣 沒有道德價值觀 沒有勇氣沒有底線沒有紀律 你能想像有多懦弱就有多懦弱的人 突然有一個壞事發生了 在他的生活裡面 那個人可以有個選擇 他可以說 我很懦弱 所以我要變得剛強 或者是說他可以說 我是個受害者 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 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的原因是因為 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導致我被打壓 這個是一個迫害 而且是邪惡的 而且如果那個是邪惡的東西的話 那我就是良善的 那我這樣子良善的人 遭打壓的受害者身份 就代表了一個道德層面的標準 也就是說如果我越是受害者的話 就表示說世界有壞 這是一個懦弱的人來合理化他們懦弱的方式 身邊所有人 然後從他的眼中的這個腐爛的社會中出於泥而不染 站立在一個道德層面的英雄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身份 順利者這個身份這麼吸引人 因為太簡單了 太容易了 獲利太大了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方式 你或許的確會得到一些特殊待遇 但是你這一生就會當一個奴隸 你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有動力 你會活得很痛苦 你會以一個弱者的身份死去 我舉個例子 在美國有很多工商法的律師 他們的工作就是不斷告訴你說 你是個受害者 你只要說個謊 說你工作的時候受傷 他們就會幫你拿到什麼什麼樣的賠償 只要你把上班的權利交給他們 他就可以讓你不用上班也拿錢 公司會賠給你錢 政府會賠給你錢 透過這個 你的確是可以拿到每個月的一點錢 但是你不能工作 你不能得到自由 你想要多一點錢的話 你就要去打黑工 你買車你不能貸款 你買房子不能貸款 你永遠被一整個系統努力著 當一個失敗者 類似這樣的例子有非常多 例如我們這次加州的選舉 就是有人會跟你說 你們幹嘛討論什麼文化價值觀 傳什麼福音 這就是選舉舞弊 對呀 這個沒有改變 以後的選舉也都沒有用 然後 這個世界就變得越來越爛 AI News的觀眾 不可以接受這樣的思想 對 我們或許受傷了 我們或許被背叛了 或許很難過 或許很沮喪 但是 敵人的目的 就是要來摧殘這些剛強的 然後以一個受害者心態的方式 讓你閉嘴 唯一能解決的方法 就是承擔所有的責任 掌控我們自己的人生 為了我們的人生 為了我們的家庭負責 不管在教育上 婚姻上 人際關係上 教會 服事 工作上 在選舉上 我們都要告訴我們自己 雖然我們被攻擊了 雖然我們受傷害了 但是 我們不是個受害者 這一切是一個 我可以克服的考驗 是一個讓我可以 變得更剛強的方式 就算我失敗了 就算我在這條路上被打昏了 我還是要拍下我身上的灰塵 而且我要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嘗試 我不會放棄 我不會投降 我們就是要為了正義而戰 我們就是要為了我們孩子而戰 為了我們家庭而戰 這個就是耶穌教我們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愛耶穌的代價 這個就是信仰 左派為了他們的信仰 邪惡的勢力為了他們的信仰 可以打拼了這麼久 同婚法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到現在成功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他們掌控了整個美國 現在他們要衝進去世界盃裡面繼續搞 他們憎恨基督教 憎恨好的價值觀 現在他們可以在電視上面 公然的侮辱耶穌 然後說基督徒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敬拜什麼 他們有那個樣子的勇氣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懦弱 我們常常說他們是受害者心態 某層面的反思 我們這六七十年以來 基督太受害者心態了 這就是為什麼神賜給我們的國 自由之跟勇者之家 今天會變得這麼扭曲 所以說不要再怨天有人了 說世界完蛋了 不要生小孩了 等彌賽亞再來就好了 我們要跟耶穌一樣 不能放棄 神沒有放棄我們 神這麼愛我們 一次一次的機會 一次一次的啟示 我們怎麼能放棄 所以請大家跟AI News一起 幫助我們加入我們COPY的會員 現在有很多東西在籌備當中 包括未來的選戰的 義工者這個團隊的網頁 都在製作當中 請加入我們 讓我們一起奮鬥 而且不要放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做啟示 感謝大家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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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